烏爾戰爭正式進入一千天 美國拜登政府批准 烏克蘭使用美制長程飛彈 打擊俄國境內目標 俄國是痛批火上澆油 而英國和法國也已經同意 烏克蘭使用兩國研發的暴風 以逆蹤巡弋飛彈 對俄國進行深度打擊 再加上北韓部隊投入戰場 烏爾戰爭的局面 恐怕會持續升級 針對美國拜登政府批准 烏克蘭使用美國製的陸軍飛彈 戰術系統打擊俄國領土 俄國18號痛批美國火上澆油 更威脅俄國要在烏克蘭使用新型武器 美國的陸軍飛彈戰術系統 ATA CMS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生產 射程長達三百公里 過去一年多來 烏克蘭一直在使用這套系統作戰 但攻擊目標僅限於烏國 被占領地區的俄國目標 跑步先前拒絕放行 就是擔憂戰爭升級 但面對川普上台後可能停止原誤 不只拜登在卸任前做出重大改變 而就在美國政府之後 英法兩國也跟進同意 烏克蘭使用兩國研發 射程達兩百五十公里的暴風影 逆蹤巡弋飛彈 對俄國進行深度打擊 加上一萬名的北韓士兵 投入烏俄戰場 正在巴西參加G20峰會的英法領袖 都重申力挺烏國的立場 俄國總統普廷之前警告 如果遵循西方國家武器 用於襲擊俄國領土 莫斯科將把這示威北約 直接參與烏克蘭的戰爭 此外俄國也曾畫下紅線 其中某些紅線已被跨越 不過提供烏克蘭現在戰車 和噴射戰機 但並沒有導致俄國跟北約 爆發直接衝突 今晚烏克蘭外長18號強調 美國放行長程飛彈打擊俄國 將徹底改變戰局 但也有專家認為 華府到現在才開綠燈 維持已晚 對有效扭轉戰局 不會產生顯著成效 而明年1月20號川普上台後 是否會立即中斷這項政策 也是未知處 各位新聞 居然請編譯 請給大家看